三 二 一 开始 刘洋获得开球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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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迷朋友们上午好 先进起个大早 收看由中18球领导者乔氏为您现场直播的中国金黄岛仲泰T600 2016年中18球国际大师赛 在这个时间段上午9点 是一个特殊时间段的比赛 因为昨天刘洋的央视直播比较晚 所以这一场白布的比赛被安排到了早晨9点 是的 为了不耽误下午1点的正常的赛程 对手是来自荷兰的马克比斯特布什 是的 裁判员好像是个新面孔 这一战没有见过的 新面孔是老人 但是听说也是刚好因为一些事情 所以晚来了几天 这也是广大男网友的怎么说 秦目中的女神 这场比赛 从A白球没事 从体力上来讲 布什应该休息的更好 咱们叫他马克吧 对 别把人家姓给拆开 是是是 我对对 给光看不识这两字了 后面这个地方确实 感觉好像是姓布什 然后叫个比斯特 对对对 马克 马克应该是 因为体力上休息 他是早早打完了 本身应该是 昨晚有一场几点的 或者是下午 但是因为咱们这边配合一下 央视这边 所以说 他睡了一个好觉应该 最少十几个小时 刘洋呢 昨晚上打完了 我想想 差不多12点了 回去洗洗算算 反正能睡6个多小时 就算是多的了 就怕自己睡不着 对 有人这个一分钟睡着 我真是服了 但他好像不是这情况 确实 应该是休息不好 能看到 因为这种球 说实话 不难 对他来说不难 只有说真的是体力精力 有点跟不上的时候 才会出现失误 马克之前的比赛 上过TV3 也就是现在画面上方 挨着那个球台 对 一上来 老生长谈 咱们网站 分担赛的时候 上午9点 和下午 就是刚过午休 这两个时间段 很困难 对 感觉筋骨的位怎么疏通开 对 所以说也许真的应该像 比如说游泳 其他的一些剧烈运动一样 你在打球之前 做一做类似于拱摸体操 或者拍手操这样的 稍微活动活动筋骨的运动 小小热热身 比如说下下腰 下下腿 摇摇肩膀 是吧 单臂大回环 那种晃晃 当然我说的单臂大回环 不是掉到单杠上 对 我还琢磨你这单臂大回环 难度有点高 而是用手之间 就这么前后的这样 去摇反向的正向 就是王八拳和反王八拳 对 没错 而且这两天 林安我俩也是稍微 对这次的比赛 一些赛制上 对选手的体力要求上 也稍微 做了一些分析 这一战比赛 夺冠的人 绝对是技术家体力精力 相当全面 类似于说平时 肯定你不能老偷懒的人 是的 该做身体训练 得做体力训练 比赛一天两到三场左右 然后都是抢13 并且每一场基本都跟决赛是一样 尤其是跌入败布的人 对 而在胜部的人 怕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一心不会轻易的就放了 是的 要求精力体力非常高 能一上来多打几个 且不说拿下这一局 只是多这么几次出肝 对自己的身体的舒展 还有信心都有帮助 是的 刚才比赛开始之前 我不知道当时信号 有没有推出去 在画面左上角 有一个马克的杆桶的背面 就现在其实就冲着摄像机 那上面应该是它的名字 它那杆桶应该是至少八孔的 然后有一个竖着排列的 马克比斯特布什 竖着是吧 对 这位选手也是 这比赛开始之前 皮头在应该是在三号 皮头掉了的那位葡萄牙选手 叫荣可斗走 然后是A上面有点 然后在O葡萄牙语 他所激励推荐的一个选手 他们俩私下的关系不错 感觉就是说 这个人技术方面 或者是临场一些判断 思维都很敏捷 你看第二盘 现在他来开球一上来 这个球局 首先力量上 他绝对是相当有信心 我能冲进的 才会用这种力度去冲 力量不大 而且不犯规 并且能够坚持到现在这个位置 咱们的一些曾经的大神 都已经被淘汰了 但是他还在 肯定是有实力 还是比较复杂的感情 虽然是同胞 并且还几乎同名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 有个别新面孔出来 对 有黑马能够坚持下去 是的 也就是说 除了我们以往曾经看到的像 不辞 杨帆 或者郑义博怎么样 能不能再出来点别人 是吧 百家争鸣还好 是的 为什么说这次有个二十几国家 那就是 我们要去看一下 这项运动 在全球 是不是 真的大家都能接受得了 或者说 他们只是换了一张桌子 过来打 记录水平还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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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架杆的一个专门的词汇 对 上次你也是跟我说了一下 你最近特异做了一些功课 这还真是我做功课 不是你做的吗 是网站上发出来的 我看了一眼 我本来是没有抱着 说实话 没有抱着学习的心态去看 但是有学习的结果 也好 蜘蛛 可以叫这个 就是Spider-Man 本来叫Man 对 能不上库 就不上库 这也是一个打法相对很简洁的一位球手 有可能没准轻推了 这个如果真的力度拿捏非常好 是可以这样去选 要么轻推 要么同代 甚至可能右下角都能选择 对 看他这个样子 有可能要走两库 有没有 左边 感觉好像有 像是能有 但是是个比较薄的球 看这么久吗 那就不太好说了 8号球底带 完全有不下 是完全有下 就是不是特别好打 对 难度不行 可以 好球 很稳 马克比斯特不时胜 比分1比1 开球清牌 遇Sec 皮 特别勇员 对 好 第三局 刘洋开球 刘洋冲球 还是有球进 这边来选球 左边花球13 应该是比较直 远端带口12 还是可以打13最好 推进可以较9 可以先处理14最好 把14处理掉 左边中带再过渡 感觉上15应该也是有 左边中带 这球让我虽然不是特别难 让我想起昨天最后那个黑八打得真准 也是这边的侧边的一个稍微靠边库的一个黑八 发力灌下 我们也在说会不会灌进 怒射底仓 对 八号球不出意外 应该是左右两个中带 你要是留到左边12最后走 那就右边中带 留着右边啊 先把石打掉 那应该还是八号球会打右边中带啊 可以推库啊 轻轻 八号球中带 应该是不太满意 不过没关系啊 稳稳打进就行 这种贴库 还是可以很舒服出竿的 啊 这角度好看啊 画中画 就是 就是这点不舒服啊 力量太重 没必要这么大力 其实 但是他的风格是 他不喜欢小练 对对对对对 你可有许多选择 但冠军只有一个 野豹球杆 专注黑八 赢家选择 也希望刘洋不要被刚才那杆打开把双落 然后 影响心情啊 技术没问题啊 技术水平没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自己在力量控制上 稍微控制的再细一点 第四局 马克·比斯特·布什开球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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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位置啊 有可能要先去选14号中带啊 排球吃上方的枯边 14号球中带 刚才用杆量了一下 吃上方枯边的位置 这根球打进 力量也不能太重啊 不然下来K到下边球 哎 先借力就没借进了 选就没选进 也是很可惜啊 选就没选进 也是很可惜啊 刘洋的机会啊 心里不要有什么波动 拿回这分 再走 9号球可以交位啊 这根球叫枯边12要小心啊 因为你12最后要过渡11 叫的白球位置一定 不要出那种很别扭的问题啊 先打 还是放在后面啊 你觉得他别扭不行 你得勾跑 都没关系啊 因为你要是青台 不舍得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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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啊 关键是你准度跟得上啊 还是在想是不是要打12 还是11优越中带 有点犹豫啊 这根球是不能手软的 你要不然就发力弹音符出来 叫左边中带也行 但是千万别太轻 对 应该可以轻推啊 或者低竿清点 829底带 这回不会吊带了 除非你想把白球登进中带去 但是你肯定不会这么做 第四局 刘耀胜 比分二比二 我挺希望看到的局面啊 倒不是说平局 而是两个人 很快地调整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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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局 马克·比斯特·布什开球 第五局 六亚开球 对对对 我其实我有点懵 因为上一次 布什刚开完 怎么又到他开了 第五局 刘洋开球 刘洋反应过来了 该我开了吧 对 这翘粉颜色我也非常喜欢 就这种茉莉色的 好像有人管这叫中性 我也是 我不是因为他中性而喜欢的 而是觉得这种颜色的翘粉 在弹级上最不容易留下什么印 我也喜欢这种翘粉 用起来也还可以 还是挺舒服的 应该是开球师机 马克心里想 你干脆让我开了不就得了吗 对吧 要不要打 要打 好 重新开 对 这个局面确实也不太好 很讲究 在这个兜那里好像是放了一个方巾之类的东西 马克是吧 应该是 就是这个地方 对 类似于有些时候穿那种晚礼服或者西服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装饰 放一个 有的是那种叠出来稍微有点小尖头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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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方是原则上不放其他东西的 咱们国内早期穿那种很正装 就是类似于中山庄 知道吧 知道知道 在大概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在左上兜那位置 经常会放一个东西 毛主席张吧 毛主席的 别针 对 那是一个 我想说的是会放一个类似于派克笔那种 第五局 有 有 有 干革命工作的 有 那个笔里边说不定还有一些情报啊什么的 对 有 有 有 我之所以有这印象 就是因为潜伏里有这情节 哎 旗号 旗号离戴口还很远 是 我的意思就是他必来个时机 没时机 但是也没进啊 开来开去最后又变成流洋大了 选球权还是又给刘洋了 顶开 五 四号是不是右边也直接能下 能 右上 可以过 可以打就可以了 他还真打五啊 嗯 他觉得一会再调没关系啊 先来搞搞小破坏 6号 应该有擦 有擦但是这个白球控制起来可能要稍微多走一点点了 对 可以往下出去了 看7啊 是过渡1还是过渡4 过渡4呢 可以1号也打右边中带 嗯 过渡1 4 感觉左边下方12号那个底带有没有挡住啊 好像差不多啊 4号球应该是可以 这个很难 我真是看不清楚啊 我感觉上应该可以过 K8想好 左边中带吗 确认啊 那么这三个球的一个次序 把这放在哪里 嗯 我只是想了一下 叫一左上 左下底带 我只是想了一下没敢说 他真的这么来了 没关系啊 这个距离 以他准度应该还是没问题啊 关键是白球 没顶动啊 有没有贴 有贴 有贴的话还好拧 好拧 他知不知道这个规则 会不会这么去打 有些人碰到这种球 他不敢这么打 你知道吗 他老怕犯规 其实这球也完全可以去打薄球 对 你打薄球也磨得过篮 反向摩擦也可以 可以进 两边都能进 果然啊 他没按你那个来 他他心里肯定觉得 不靠谱 或者怎么样 因为这种球这么打 在比赛中真的 我说实话 我一个都没看着 我敢这么打 心里老会觉得怕判连击 这个东西咱们在咱们论坛上啊 也一度不是一度了 几度有网友说这么打 依然会被裁判判犯规 但实际上就如果贴的话 你直着去怼 不要 哎呦白球啊 还是接到力吊带的 不要就一直挂一下 怼出去的话 击打动作明显 是不犯规的 刘洋今天的失误明显 比昨天晚上要多很多啊 白球交位啊 一些吊带啊 不知道对手 马克能不能抓出机会 还是有点小啊 嗯 虽然能打 但是要求准度非常高 最好还是不要打 嗯 我刚才忽然想到一个人 嗯 欧斯纯 男子 男子啊 对 阿尔滨啊 是啊 因为我刚才我一看这个马克 然后这种感觉出关啊 这个样子啊 我忽然想到同样是 他们应该算也是 北欧或者东欧这边的吧 嗯 荷兰 应该还算西欧啊 嗯 或者是在偏北一点 欧斯纯是是哪国家 奥地利 奥地利 对对对对 奥地利就在内陆一些了 嗯 欧斯纯其实今年的表现也非常好 也许慢慢的这两年会风头更旺一些 做防守 做防守 分别打完之后呢 还要去除除杠 哎呦 这个角度总感觉要勾过呀 扫上 哎呦 漂亮 加了 嗯 是加了 是加了啊 来一个 首先来一个啊 嗯 我们这张台反正是其他推 不知道啊 这张台来一个啊 再来个准度 嗯 好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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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局刘洋胜 1分3秒2 这一盘球容易打出新气来了啊 对 刚说啊 有可能会过 因为这几天基本上都是过的 嗯 他给你来个准的 嗯 嗯 一个 一个 和 人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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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六局 马克·比斯特·布什开球 10号也没有 7号被顶走了 中球环节 如果马克你再不拿些优势出来 你没有机会老丧手去打 老是等着对方打差不多了 你再打 或者对方防了你一个人再打 这个就不好过了 这日子 最近听到一句话 你可以上手 但你一上手 你就感觉到压力 是压力山大吗 就是那压力两顿 不要改变 还按自己想法去打 感觉要变成B计划了 本来应该是叫上方那颗 换想法了 先将下边的十一打 还是犹豫 颖哥在你印象中 小六阳一直是丰慕吗 一直 只是这根杆长短有变化 然后其实天津里边 它跟石头 石岸青它俩 以前都是 但石头后来变成白蜡了 这可能跟它 这么说 可能跟它器材商这边提供的球杆有关系 如果我们且不说 就是打出去之后 后手这种震动感 只说球的效果 蜂木和白蜡有什么区别 白蜡打感稍微更硬朗一些 后手回馈力会更强 蜂木的水比较绵柔 你感觉它没劲 其实你打出去之后 后续力量也是挺足的 我想强调一件事 就是好的蜂木 我说的是好的蜂木 不一定硬度会比好的白蜡要差很多 也许只是一点点 一点点 然后我强调这个硬度之后 我还想说 蜂木在一些小范围处理上 它更有自己的一些心意之处 我个人是当年从白蜡转蜂木上转了好久 我应该以前也跟你提过 我个人倾向以前 我描球使白蜡木的时候喜欢看剑文 正箭头冲上 对 然后对着目标球近代方向 我觉得拿那个位置 目标球特别好 那是我小的时候打球的一个 不说毛病吧 就是个人习惯 那时候这样你能看到最中间那条线 我就能知道大概打哪个点 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用小头干有时候也喜欢用白蜡木的 用大头就无所谓了 这六局刘洋胜 然后面我改这个是蜂木球干 包括改九球干改了好久 自己画点结果呗 有 你说这个我真的 或者画一条线 我印象里在大概我想想 零几年的时候 我可以许05-06年的时候 我在北京那个时候也是一个俱乐部里边工作 然后我们经常在北京打一些比赛 一千两千的这种小比赛 里面有一位球手 也是北方的 他自己在自己球关的剑纹上 他本身是白蜡的 但是他靠近铜谷附近是没有划纹的 往铜谷往下大概10公分 15公分以后才有 他故意在铜谷下方大概三两公分的位置 描了一个弓箭的那个箭 你知道吗 拉弓射箭那个箭的箭纹 箭头 对 上面他探苏比还是黑优异 上画了一下 很有意思 这就像你说的 箭纹怎么怎么 确实第一个纹 在离铜谷两三厘米的地方 如果有一个 那是比较Profit的一个位置 第七局六一样开球 十三 好球 七号比较难打 哦 这一杆选球难了 如果算上他送的那一杆 现在应该是个5比1的一个分数 等于后面马克尔没拿分 抬高杆尾 低杆再往回走 继续将白球放到上方 暴放松吗 不是 只是看一下 对 就是玩白球 白球控制的真的不错 这杆防守质量非常高 11号球底带 没进 10号就漏了 右边中带 关键看 有机会用9去调12 12叫左边中带 这番球就全解决了 这番球就全解决了 昨天大概晚上回去之后 因为不能马上睡着 我一看了一下微信朋友圈 有个朋友是在三亚那边有球馆 然后大概12点多了 里边有10多张到20张的这种中吧台 江江晚台 有那么10多张都是有人在打的 这个真的是没法比 而且关键我看他们的左装我特别羡慕 怎么叫 人字托大短裤 哎呀 真的暖和呀 这叫什么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露着腰 我们俩在北方的寒冷里裹着雕 裹着雕啊 我还琢磨这事怎么押韵啊 嗯 这真是文字是博大精神 对 对 这两天清风岛的空气稍微有点凉啊 因为有点小风 嗯 但是蓝天白云很好 这边天气给我的印象 在走 走不了了 哎 哦 没有没有没有 这杆球 是拿打杆跳 还是一个小扎杆 跳杆跳 可能会拿冲杆去跳 感觉是个跳杆 后边比较轻啊 对对对 揉揉揉揉揉动起来了 其实这杆球扎一杆合适 扎一杆目标球不会跑太远 不进也停在口 漂亮 跳进 跳球好那还说啥了 嗯 对 擦牌球啊 刚跳完发力 8号球底弹 哎呀 总是在大风大浪之后啊 容易翻个船 对 这个我们也常提啊 上一杆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南斗球 下一杆 难度可能不太大 但是容易打不进 嗯 就是忽然之间你特别兴奋啊 然后你再过来打 是容易出问题的 打台球呢 一般心心心心气啊 或者是这种情绪 都是最平和的时候 最沉稳的时候 能打出一番非常好的球 所以说咱们至少在国内啊 在国外我还真不清楚 嗯 国内不会有有所谓的参加台球比赛还进行尿检 对对对 你来点喝的不一定好使啊 都会起反作用啊 如果说有一天能达到那种样子了 我感觉应该去某会了 最起码某个级别的运动会啊 应该会有那种程度 829中带 勾翻 有防守 感觉这一杆还真的是防守多啊 再仰杆3看看 赶不赶 再仰杆3 右边 打进呢 接着打 打不进呢 应该是 刚829球附近有全球啊 5-6去挡住 信号9底弹 那你要不要做一干 不做 那就推2号 然后用5去k3 赶不赶 k 应该可以 已经实力打到这儿了 这些球问题应该是不大 请K薄边 对 它好像在描用6号去K 6 不会吧 那最好是到了一点K 好像真的是 测到5号 低杆顶到5了 有点多 再跳一个 这个东西很容易上瘾 跳上劲了 有心气而且 刚才那一杆的落点也非常准 是正好 基本上切在 目标球14和台面之间 那个位置 这杆球也是对落点要求非常高 对 正常跳一个 我看这角度中杆或者高杆就行 别跳低杆 太危险 这回就是走得有点远 飞得有点远 所以还没落下来就砸到球了 对 你说如果说明年冬天或者今年了应该是16年的冬天如果有一站能够刚好安排在三亚这种附近啊 那咱们俩就可以体验一下了 在这边刚穿着庙上飞机到那边下去穿拖鞋 这事靠谱啊 还随着空调 然后北方的网友在网上看球的时候也是这样说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露着腰啊 我们在北方大钢头过着雕 咱俩这个活啊 也是有这么个好处 可以到江南北的 嗯 跑一跑 欣赏欣赏 好听的说叫风土人情啊 其实我想说的是各地美食 对对对 但是千万注意啊 防止随土不服 因为有一些现象咱们已经体验过了啊 昨天晚上比如刚吃完那些真的是挺过瘾的美食 但是第二天或者半夜就就就就就 休息间次数跑太多 毕竟现在放心肉呢也是不多 帮进 请坐 他应该是抱了一下 但主要是帮进 那就拼你这根马克的三号球能不能进了啊 不进 我黑巴带口直接赢你了 进了 你再叫五 叫一 反正你可能性小啊 赢可能性小 白球怎么了 用手指往那比一下 难道说 三号球抵袋 想用干法控制吃库勾 给八号球勾跑吗 他这个打应该不会勾了 就是轻推弹起来 真的是勾 他这勾应该是控白球的一个勾 对 他就是说我打不进去给你黑巴勾跑 而且也能较到胃啊 嗯 一杆准夺啊 八号球中短 嗯 小店 有一点点啊 这小店起忘录了 其实 走了 霸气行格自在本身 一键集中情 1.3平全景电动天窗 自由蠢蠢欲动 T动力温暖增压 激情一触即发 行之有度 视野无疆 仲泰T600 仲泰汽车 第八局 马克比斯特布什开球 不小力了 大力冲球 还是没有进 有的时候确实挺怪 你这个小力不进 大力换过来还是不进 应该角度不满意啊 没关系 才过渡 别着急 慢慢来 主要难点呢 这杆球其实还是在于上方边扣的六号 较到位了 角度留一点点 然后轻推就可以较扒了 这杆球第一根横过去 角度要控制好 大了 你打二号叫六 就容易叫到六八中间 小一点呢 可以直接叫到六号左边 七叫二 角度 还行 应该可以叫到六号左边 尽量叫出一点点的角度 不要太直 还可以 还可以啊 八号球底弹 第八局 刘洋胜 一分六比二 谢谢 谢谢 第九局 流洋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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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球角度要求叫的好一点啊 第九局 流洋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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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尔其实比赛结束之后呢 有一个小视频 大概只有两分钟左右 一直在方向圈刷屏 我们也是在观看吗 你记得吧 是流场那个吗 对 流场对王云 那场球确实真的是后面打的 倾心动魄 又有运气 又经典 真的是 很 不知道用什么词了 用拨词 用拨词 没错 一个翻带 一个薄球 K2K 黑八到位了 对 把黑八一推 晃了两晃才进 最后将近零秒了已经是 我在旁边听着是 就是三合乎规则的 然后差不多一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出干了 黑八进的时候 其实过时间了 但是问题规则是 按你出干的时候算 是的 压哨 三分 不过没关系啊 王云呢 现在还是在败布 对 还是可以继续 希望能够受影响 好球 十四十号 缝隙中间出来 要算清楚 你是两库往十一那去K 那就带些低杆 然后带些左塞 不然你就直接 控制小力度 果然往这来了 再挑一干 这是何必 我意思就是 为什么让它控制小力度呢 就对保险 能够不往前走了 就右上角 对 右上角底带就好了 你没必要往十一那去堵 然后叫右边中带 首先呢 你从十和十四缝隙出来之后 这条线呢就已经是很横了 对 就算带点那个赛 上去角度也不会特别大 制造十加球啊 嗯 看看能不能来俩这场球 哎呀 没有没有 马克在想 什么意思 打不进你给我防一看 黑蛙打死 哈哈哈哈 再量打十三 是不是直接嫌K一个二 15号手抵戴 9 可以K啊 最起码上方十一 中带可以过渡 哎呦 这个包温K的 你顶到下边都没事儿其实 对 顶整颗只要发点力顶出来 你打十一层上往下走 或者刚好缝隙里留个十号 都没毛病啊 嗯 就是太要求细腻了 能够感觉到他的想法 再防守吧 low 没low 应该是没low了 嗯 没low 刘洋洋不可能勾底带 这杆球 还是要尽量的防啊 好 能不将黑蛙打活最好 直上直下勾 你要是给勾到带口来 危险太大了 那等于玩心跳呢 扎翻左上 扫薄边轻轻一扫 也不行 白痴留下面不好 不包带 就是轻轻碰到吗 嗯 很轻 碰到就可以 应该没犯规啊 但是 基本上也是要出问题 对 对方只要一颗推进啊 出来白球就可以了 哎 哪儿别扭往哪儿走 这个战事没办法 后面10号球 小障碍 抬高干尾 手架架高 别碰球犯规 而且还要轻腿 再凉 它肯定要发力的啊 不会特别轻 最先把打完不进也是弹过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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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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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杆右塞,两酷 白球尽量出到右边中带上方一点点就行 11号球中带 左塞三酷吗 还是右塞 8号球底弹 太小情推推进了 第九局刘洋胜 比分7比2 官方暂停10分钟 很可惜,我们也来休息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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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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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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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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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的球房想拥有这样一套新颖而又有趣的高科技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换回来 小力松球 应该是一个进带一个过线 一个进带一个过线 小力量这飞毛腿马上上来了 悲剧 好不容易有球进 而且这花球真的不错 十二九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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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中段 11号球中段 角度合适 中体杆打进 自然弹起来 8号球右边底带 8号球底带 地势局刘洋寿 1分8比2 一被灯 1分9分8分15分 2分9分 gam Stars 第十一局,刘洋看球 很稳定,从球 花球好选,但是十一十二啊 这个地方要处理 全球呢也可以啊 我上方这个七号球 如果打左边底带呢 这个位置较到相当细了 滴根明显被控制好 近代的入球角度 决定了他向后拉出来这个线路 属于很少见的主动失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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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属于一招之敌 不跟你纠结 直接是向你球贴到户边 这根效果好球 二号基本贴住了 打的话还是右边的滑球 15能打着吗 有缝隙 要戳一个 没有进球点了 出波 2号九几代 白球没往上走太多 本一肯定是要交将贴库 或者跟七号附近的 可以先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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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推 小心不要让五号球成为一个出干障碍 小一点大一点都可以 前两位推的五号后面 还可以 再叫八号球右边中弹 八号球中弹 第十一局 刘洋胜 比分就比二 这段时间马克开球不顺 好不容易有进球 又有时机 而且也被裁判员提醒了两次了 那真的要注意了 再出问题 直接判一局了 比斯特布什 马克 这是咱们在比赛开始之前提起来的 那是专门为他盯制的一个桶 对 而且你也提过MARC 而不是MARK 对 一个法国的电影公司 开球时机 这才是提醒吗 我记得上一次他开球时机的时候就有过一个提醒 难道当时参考员是爆弹吗 我还听到一个提醒 五号球中弹 应该是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 没关系 也许是当时裁判员重复的是刘洋的一个爆弹 对 重复的是你的一个爆弹 或者是跟马克有一个交流 然后他一交流 我觉得因为咱们听不清楚裁判在说什么 是 能不能抓个机会 搬回一分 嗯 能不能抓个机会 搬回一分 现在是二与九了 打到这个份上 如果这场比赛马克在输掉的话 剩下的六强 胜部刘闯张坤鹏 败部是王云刘洋陈强 还有个吴振宇吧 好像是 对 由于波神 梅蒙 叫什么来着 剩下的一个人 可能不是吴振宇 是帕古拉洋 那还好 还保持着最后的外籍选手的希望 咱们昨天也提起过 那是范博宁进门的时候看 对 就看到一个Canada 现在这个Canada还在 确实 巴拉洋这个球风很稳健 前一段时间 有网友在论坛上提起过 就是短运杆 其实这个网友的说法 我一定程度上是同意的 就是说当你运杆特别短的时候 一定程度上是出杆动作 就是你 你其实是想运的长一点 出的长一点 但是会受到一定的 就准度可能会受影响 所以就推而秋其次 但是你不能表示说推而秋其次就不好 人家打出来好的效果 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选择 并不是只有梅林那个样子 才是好的法力 好的运杆 这感觉传球 其实我不太 不太同意 用5号过渡一杆是更好的 传王过去 2号到这个位置 还好可以打 没得打了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拿5号再从这边绕过来 再绕黑吧 不如上一杆直接打5条 完之后 直接就是一个底带 中带 中带就可以了 这也没办法 因为外球员队友 一些咱们中巴套路 还是不太熟 再有就是可能准度上 稍微缺点信心 比如说刚才8号球 有一个没进 绕一绕对他来说 也许不是问题 也许不是问题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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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扎干 不要跳 勾一杆 能停住白球 千万不要力量太大 勾正了 吊带呀 这种球 真的 很容易吊带 勾上半边 上半边 可以 好球啊 好球啊 包住中带 第十二局 马克比斯特布什胜 比分39 就 我特别喜欢在乔治球台上打球的这种感觉 感觉就是一个特别爽 我在陈阳 我在福州 我在长春 我在文库 我在陈西 我在托洋 我喜欢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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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喜欢乔治 大家好 我喜欢乔治 中市八球领导者 第十三局 六阳开球 十四 没有 六阳 全球局面不错 马克这一干 现在选球 六号球可以过渡 下来先叫二 要连一干吗 船一干的话 四号很薄 开轮 白球扫裤边 再装六 有想法 四号球 现在可以打右边 这一干解决的 还是很漂亮 上去 打五 左边重带 再滴干 先把四解决掉 再下来 下面三颗 七一三 还是三七一 都没关系 弹 也行啊 有点点小 但滴干可以控制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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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不错 搅个散烧球左边动态就可以 他瞄这个位置应该两库出来的 哎呦吃带饺了 之所以他刚才摇摇头啊 就是怕这个 是啊 这个完全是不熟达 三号球底带 看刘洋 先来防一干 还是直接就开始奔青苔弓 其实稳妥起见 可以先做一些防守啊 接力 9号球底带 你再把11救活 小戒而已 仅仅就是戒跑 然后你打完 我11也有机会进了 如果说黑八打得多了 三号球底带 直接先让我里边 肯定有这种机会去翻底了 剩一颗跟对方做纠缠 没有什么用了 如果能翻进 还有机会拼8号 小了 再做一杆 好像漏了 可以打到 有可能是个薄的位置啊 不一定有下球点 三号球底带 一半稍薄 应该是没下球点 我们看15能弹上来这么多 那可能是力度上还是挺大的 好像要换代了 翻底 10 seconds 延时 黑八 小心 别创三劲了 哎呦 好危险 假设马克这杆不去解 就直接给刘洋自由 那刘洋用14 好像是一个好的选择 去把它撞开 很轻 对 很微妙啊 嗯 采刊也是用手挡光啊 看了几秒钟 确认一下 不爆带 还是爆了呢 三号球 应该是有爆啊 有爆啊 而且还把三号球贴库爆出来 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没犯规啊 马克勾那一杆 原来是三号没贴 对 勾了一下贴住了 就证明吃库了 这一杆推出去 心跳都加快了 还是解三号还贴库啊 很容易解犯规 比如说解到三号的一半的位置 然后白球再碰 就没关系了 应该 是吧 嗯 在白球或其他的啊 反正就是三号弹起 本身不算之固 诶 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故意犯规 这可是个巨大的问题 没听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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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局 军队要胜5分10比赛 打着打着自己忘了 哈哈哈哈 嗯 其实应该是知道的啊 每位外籍球员 那都是基本上很熟悉 有些特殊的环节上的规则 不能过意犯规 绝对不能啊 一次都不可以 还有像那种啊 三球三球过线啊 开球 开球时机啊 开球时机两次以上 第三次半负 比较敏感的啊 有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来打 对 没有记得完全熟 但是说肯定是大家 那个规章上自己都是有听 有快 不考虑故意犯规的话 刚才那颗球还是个好球 这根球说实话 推的还真的挺老练的 曾经在很多年前 确实有些局面到这个时候 就是会出现这种现象 一杆质底 直接本包的球 跟另外一个球给打死啊 嗯 然后双方就开始纠结了啊 当然你自由球K好了 那没办法 你记住好啊 运气好 对 你要K不好 等于我还有百分之二三十到五十的赢面啊 这个行为啊 嗯 勇哥你有没有见过有人掰腕子的时候 就他把腕子塌下去 啊 朝背面塌下去 你就很难摁得下去了 他其实力量比你小也能坚持 他有个像这个腕部支撑到小臂上 对手腕位置啊 对就那个地方 只要他的手指头啊 手臂不碰到桌面 他老能坚持的 那个位置特别省力 应该解释啊 如果你再拆球时机 你将输掉一局 嗯 而且还是你如果再故意犯规的话 嗯 就整场比赛 就顾得白了啊 那就只能see you again了 首先开球 就是不能小力了啊 要大力聪 三号 相当不错 很配合啊 这个时候心理上肯定会稳定一点的 大力聪能进了啊 我有机会打 多少 两个就能直接打下来呢 这时候可以打个头 再两攻 来按吧 今天 又不错 再次 要 这时候 可以打敲一下 那是 再次 转发 断 花球 我最担心的就是右边这10号 因为他在右边裤边上曾经有失误过8号 对 所以说没有心理阴影 这东西很怪的 有时候一到侧面 那个位置 心里就会响 尤其是对记性好的人来说 对 看来吸的马哈也有好处 对 难道弧度也有硬的好处 现在这个角度 因为没有接应 其实看起来可能不好 够不够直 能不能推过去直接叫14 不然的话留下一个14 再留下一个10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就很难受 70分屏 对 很难受 很难受 视角14 推顶黄1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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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二号 这么打黄仪应该最后留了较回八了 角都合适 过来 轻推 他来着轻推 8号就底单 第十四局 刘洋胜 比分11比3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第十五句 刘洋开球 4号 冲球 这杆还是有进球 局面不算特别简单 基本上右边那个袋口里边有两颗好像都要从下往上打了 不然你就要K了 尤其这个16 这6号是不是9号那综带没挡住啊 相有 那我现在画面左上角底带还是够过 现在3号有能打依然有青台线路 6号 6号球中弹 行啊 先打5号也行啊 7 7来回弹也可以啊 感觉也可以 打5的好处就是你不用走太多 而且连科球都能叫到8号又有下 准度 包来包去 包来包去感觉这8号一直是有限了 嗯 这杆就微妙了啊 会不会有带角 会不会有牙座啊 再就是这个角度 如果你打进能够小低杆这么横蹬一下 那真的是大师级的准度就让干法了 真的 这杆球 首先的有下 对 首先你要抬高杆尾稍微打尔低杆打进 其次呢 你还要往边上蹬一下 对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这杆球 刘洋也是考虑过 先打5号左上角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江江没下 或怎么样 没打 图安全养一下呢 还是直接奔青台啊 还是 痒的力度啊 连痒带下 勇哥的话讲 对 连痒带下 这确实是我的一个毛病 有时候我会说推痒的时候 其实是包括了下的意思 容易给人 容易让人误解啊 没事啊 这杆球如果直接浇到12会非常漂亮 稍微差了一点 10号球中带 依然是城市角12 好像不是这么选择的 这杆球我也不太明白 它是怎么个叫法 有的时候真的啊 直接选手的这个想法跟思路 你别猜 别猜 真的别猜 而且猜完之后呢 你猜了去猜不明白 关键 当时临场啊 确实 能不能吃酷11 又没吃上 8号球 右边中带有没有 不然的话 就是右上方抵带啊 在描抵带有没有 接力吗 5号球抵带 顶开 好球啊 8号球中带 第十五局 刘阳胜 比分 12比3 人之后 有关 第一个 决定 点 一 嘞 有关 第二个 决定 。 优优独播剧益 弟子 船 匹 优独播剧绘 托词 四 词 第十六局 马克·比斯特布什开球 大力出奇迹 大力开的效果果是不错 而且白球也有控制 你可以选择继续进攻或者重新开球 他说我要去看看 中文这时候可以用很多了 我要审视度势 一个成语出来 或者我要看看 我要look look 选择重开 小伙子 很有意思 这个其实是伸了腰 别看他伸得很腼腆 是整个表情伸了一个伸了一个蓝蓝 是的 今天有点龙竹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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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局 马克·比斯特布什开球 嗯 进了啊 两克 效果也不错 哎 这个大力炸的球面真的很好啊 全球 现在代口五号过渡啊 定颜色 哎呦 哎呦 七号七号怎么样 应该有啊 嗯 嗯 感觉是有 只不过在咱们这画面啊 因为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什么变形的效果 嗯 所以不太能确定 其实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那个机器能推到七和白球那个正对啊 但是一般摄像不会这样推的 是吧 呃 有顶级的情况下可能他会多关注现在人啊 因为他人站在那边嘛 嗯 或者这么推也怕干扰那个 对吧 摄像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跟打球一样啊 你要有一个选择 嗯 五六一八啊 四号球中弹 这球我真的挺建议他把白球交到十二右边去打一的 对可以顺推一下来嘛 但是他还是喜欢较到左边啊 然后在这个角度再推一扣过来 嗯 八号变成一个薄球 对吧 因为八号是中弹线连线偏下 嗯 在十二或者十二右边打 他左下方一大片能停白球的区域 没错 赛起来 八号球中弹 嗯 结果好 第十六局 马克比斯特不实胜 比分四比十二 开球军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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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局六一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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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球中段 这根防守不够严 拼中段保球 也是觉得到赛点了 而且领先这么多 想迅速的结束比赛 想通过一杆直接打开局面 这根防守不够严 是有後久底彈 可以倒 12能不能过去呢 12如果有限的真的可以倒 10秒10秒 延时 15号酒抵弹 10秒 犯规 这个按球啊 首先是12没有 然后他又不想把12打走 可是刘洋处理起来 这个4号球却没有那么困难 感觉上马克这一根 这个选择不是特别的直 直接解开局面 6号还有下 打下来越打越开放了啊 现在反正是比分领先这么多 而且手感和心态已经送过劲儿了 轻推打1号底带 还是点住啊 152黑8 1号底带 5号中带 2号也是中带 5号 尽量较直 推过去 过12 推过12 这样的话 刘洋13比4 战胜了荷兰选手 马克 比赛不实啊 保持在了 败不尽急的希望 马克也是遗憾的 结束了本次赛事之旅 是的 下一个时段 应该还是没有变化啊 下午1点钟 对的 到时候直播的人选 我们还不确定啊 欢迎大家1点钟 准时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下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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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见